那麼這題是怎樣做呢? 這題的棄修的地方就在於有指數的地方是有兩個項 所以如果我做一個Lock的處理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發現我們是拿不走這個X的 因為裡面有兩個項 我們要拿走指數一定是限於裡面只有一個項才能拿走 裡面是雙減我們甚至沒有學過任何性質如何分解它 所以現在這樣做是完全不合理的 既然這樣的方法是不行的 我們沒有理由選擇你 我們唯有想一下有沒有辦法把它整理好 變成例如3的不知什麼次方等於不知什麼 那我就可以用我們之前學過的方法 所以有件及此我們就想一下 3的X次和3的X加2次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大家可以停一停想一想 3的X加2次就是3的X次再乘3的2次 換言之我們可以用系數來表達 就不一定用3的多少次方來表達 即是說我們可以寫9個3的X次方 選擇1個3的X次方 所以我們就可以合併同類項 即是有8個3的X次方 右邊也要做些處理 因為中學永遠都不會用大份數 所以先把它變成假份數 即是2再加2除以3 2即是2除以1 為了讓墳墓一樣 上下一起乘3 這樣就變成6除以3 再加2除以3 當墳墓一樣就可以合併了 原來就是8除以3 好 到這裡 我們發現兩邊也有8 所以可以兩邊也除以8 除以8 右邊也是除以8 即是乘以8分1 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3的X就等於1除以3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結論 X就等於-1 但下一題就相反反而容易一點 因為反正都用不到人腦去做 一定要用計算機 因為無論2和3 怎麼看都沒辦法把2變成3 或者3變成2 所以你就唯有看著兩邊的指數 都是未知數 所以你就兩邊也做對數 而且兩邊也只有一個項 所以就運用到特性 把它抽出來 指數拿出來就是2xLog2 右邊呢 x加1Log3 不過留意如果你這樣寫就錯了 因為我這樣想就會看1Log3 x就不用乘Log3 所以是錯的 應該是整個指數都要乘Log3 現在我們要的x就在這裡和這裡 即是它混在裡面就要拆開做兩個項 所以xLog3 然後再加Log3 2xLog2 我們的目標最終是寫到x等於不知什麼 所以我們就要把有x的項都放在一起 所以2Log2的x放在左邊 同時Log3的x都要放在左邊 那麼跟你平時解等式沒有分別 你也是要把x提出來 等你之後可以脫掉 所以這個是2Log2 2Log2減Log3 本質上就和5x減3x沒有分別 其實你也是把它寫作5減3的x 只不過之前這個5和3都可以減掉 但這個你自己人腦減不到而已 X就等於Log3除2Log2減Log3 之後就按計算機 所以你就會按到一個小數出來 你就拿三位有效數